说到张小斐凭借《你好李环英》一炮而红 但是资源却似乎不见明显的好转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在最近的金鸡奖颁奖典礼上 张小斐凭借着《你好李环英》里的精彩演出 获得了当天晚上的最佳音笔决 对于35岁的张小斐来说 在人差不多到中年获得这个奖项 真的全是大起晚成 当然好猜不怕晚 对于张小斐来说 能够在自己入行十几年之后 获得这么重要的一个大奖 对于他本身的实力来说 是一个重大的认可 1986年张小斐出生于辽宁 为了学习舞蹈 11岁的他远赴北京成为一名北漂 2005年张小斐顺利考上了 北京电影学院表演戏 与杨敏和袁珊珊是同班同学 而在成龄前 张小斐已经受到了太多的欺负 也吃尽了苦头 备受质疑 只不过令人意外的是 这次张小斐获奖后 依旧受到了不少的嘲笑声和质疑声 有人说 一个演小品的 凭什么能够拿到这么重要级别的影后呢 他的演技水平到底体现在哪里呢 还有人说 张小斐基本就是红不了的命 一部《你好李欢英》活了之后 现在一年过去了 也没听到他有什么新的作品 可以看到 即便是张小斐拿到了影后 也免不了被质疑 之前 贾玲曾经在发微博说过 张小斐在拍戏的时候 曾经多次被人欺负 即便是炸伤了 也只能笑着忍过去 句子的人对他丝毫不客气 根本连基本的尊重都不给他 那个时候 除了跟着贾玲一起参加 松一眼小品喜剧 张小斐基本没有其他的资源 如今 张小斐终于熬出头了 靠着《你好李欢英》一炮而红 拥有了扎实的观众基础 但是 资源却似乎不见明显的好转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根据业内人士透露 在《你好李欢英》大火之后 也曾有一些电影 项目和综艺找上门 寻求和张小斐合作 但是因为质量不佳的原因 都被张小斐推掉了 张小斐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 虽然也是想珍惜自己的羽毛 好不容易活了一把 如果趁着热度挥霍掉了 被一些烂片消耗掉的口碑 以后要想捡起来 可就没那么容易了 所以张小斐命缺无了 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 对此 你怎么看 欢迎留言